辽宁南篮夺冠未免成功之后 CBA又官宣了重大的惊喜决定 扬明热血沸腾 激动较好 辽宁南篮建制三连冠的王朝 再获意外加码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对于广大的辽宁球迷 也是感觉到非常热血沸腾的一个好消息 球队在完成了CBA两连冠之后 可以说将有望去开启一个 属于他们的CBA新王朝 因为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说 如果当你在一个联赛中 能够实现到三连冠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这个球队将建立起 在这个联赛中的一个霸主级的王朝地位 那么目前辽宁队已经实现了两连冠了 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再延续下去 能够实现三连冠的话 那么辽宁南篮的这个王朝就指日可待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在推翻了上一个CBA的王朝 广东宏远的三连冠王朝之后 辽宁队正在一砖一瓦的建立属于他们的王朝 那么这个王朝在下个赛季能否建立起来呢 其实对于辽宁队球迷来说 在过去连续两个赛季 都是在总决赛能够4比0横扫对手 证明了这支球队综合竞争力 目前在CBA确实是独树一帜 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 目前真的在这个联盟中具备了那种当霸主级的球队的那种能力 那么随着杨明他在主教练这个位置上越来越成熟 成为了CBA的一流名帅 补强了辽宁队在教练组这个短板的环节之后 让球队看上去变得无懈可击 但事实证明 这个球队能否实现三连冠 其实有一个细节很重要 那就是这个球队让很多球迷担心的是 球队老龄化比较严重 年轻球员成长速度过慢 导致球队在未来的几个赛季中 可能每个赛季的竞争力都不如上个赛季强 所以说这也就使得辽宁队在下个赛季 他们还能否实现三连冠 这要画上一个问号 因为很多球迷都担心 随着韩德军下个赛季已经37岁了 李小旭下个赛季可能都要34岁了 那么郭艾伦等到下个赛季也已经31岁了 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 这些老将竞争力不断下滑 伤命越来越增加 体能越来越差 出场时间越来越低 对于球队的贡献也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 辽宁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大打折扣 这支球队在下个赛季 还能否打出本赛季这种披荆斩棘的感觉 真的不好说 辽宁队还能够未免吗 这是大家画上的一个问号 那么辽宁队如果说下个赛季不能未免的话 相当于你这个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 就提前结束了 但是如果说下个赛季能够实现三连冠 杨明就真正的可以向全联盟宣布 他的辽宁篮球王朝已经到来了 所以说眼下来看 辽宁队如何能够合理的规避掉 这些球队核心阵容老龄化严重的问题 是当务之急 而规避这个问题最简单的那种方式 那就是让中生代和年轻球员快速的接班 让他们成功的在老大哥手中接过接地棒 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为球队 这个王朝的引领者 缔造者成为球队新的核心 那么就在大家为辽宁篮球未来发展而担忧的时候 那么就在辽宁南来拿到两年贯之夜 CBA官宣了一个重大的惊喜决定 什么的 那就是正式官宣将总决赛MVP授予了赵继伟 那么伴随着这个决定到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赵继伟他个人实现了总决赛MVP的两年贯 也意味着他的个人职业生涯迎来了一个华丽的蜕变 将会让赵继伟在连续两年拿到总决赛MVP之后 他实现了一个让个人职业生涯自信心 未来他的一个领袖气质上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那么赵继伟他也将会在未来正式的 从郭艾伦手中拿过交接棒 让赵继伟成为这支球队绝对的后卫线上的第一核心 他将会作为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引领着这支球队前进的方向 所以说伴随着CBA能够授予赵继伟总决赛MVP的这一刻起 就意味着赵继伟在未来他在这支辽人队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他将会战斗力爆表 让辽宁南兰将会缔造一个属于他们的连贯王朝 在下个赛季冲击三连贯绝对是带来了顶级加码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吧